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好像是明星周杰 周杰是在什么情况下撞的人 撞人后又为何不在现场 这成了公众议论的焦点 受伤的乘客刘小姐介绍了事发当时的真实情况 我就是打车回家 然后从那个坑加坑那块 我有点想走那京东府路 然后刚拐过去吧 从南面就过了一辆车 把我们辆车撞翻了 刘小姐说 事发当晚 她跟同事王先生一起打车回家 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因为乘坐的出租车 被撞击的侧翻了过去 同事王先生伤情较轻 自己爬出了车外 刘小姐和出租车司机 两人被卡在了车里 不能动弹 直到救护人员到来之后 才被解救出来 但是刘小姐说 她并没有看到撞她的那辆奔驰车车主 当时因为那个好多围观人 拿手机 他们还跟那照相什么的 就好像就有人说什么 是那个周杰什么的 然后之后我被抬出了 他们那个救护车上 然后我们同事跟我说了 就是说周杰转的什么的 您当时是听到什么动静出来看 特别大的一个响声 动的一声 特别大声音 就赶紧跑过来了 来之后我就看见 有三个人在那儿 然后旁边停了几辆速车 一个人在打电话 然后我就看了眼 特别眼熟 因为我就看得像 我这包尔康嘛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 目击证人沙先生 肯定了当晚开奔驰的 就是周杰 经过医院检查 刘小姐多处骨折 出租车司机头部破裂 并伴有轻微脑震荡 随后赶到现场的 出租公司的朱经理 听到了一种议论 如果现场的群众 就是反映的 比如说他是这个满身酒气 比如说他不施救 完了之后是这个 叫拨打了两个电话 这些我都是通过现场的 这个这个叫客人啊 这个什么 这个所反映出来的 刘小姐也听到了周杰 酒后驾车的传闻 我们都是说他闻那 有什么味儿了 酒味儿什么的 事发的第二天 媒体对于这起交通事故 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媒体确认 当晚驾驶奔驰的人 正是明星周杰 而且事发后 周杰离开了事故现场 并在12个小时以后 才去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虽然当时 他的酒精检测结果为零 但是媒体质疑 周杰离开事故现场 只是为了逃避 酒后驾车这个事实 大家之所以猜疑 就说12小时你去干嘛 实际上大家就是想猜疑 周杰现场是否和解答 对于媒体的各种猜测 以及网友的质疑 周杰后来做了这样的解释 当时我不会想到 有人去想这个问题 觉得我是酒后或者什么 那当时你打车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打车的时候本来去医院的 但后来开到那个路上的时候 我又觉得没有那么疼了 所以我一想我先回家了 我又改变主意先回家了 在媒体当时的一再质疑下 周杰保持了沉默 直到事发后的第八天 才在自己的博客中 首度回应此事 博文题目是 到底谁是弱势群体 文中写道 凌晨四点多钟 浑身疼痛 头重脚轻的我 孤立无援 难道连回家和上医院的权利 都没有吗 周杰在博客中表示 在这次的交通事故中 自己也是受害者 他的这篇博客 让质疑声变得更加尖锐化 周杰的这篇博文 不仅没能缓解公众 对他酒后驾车的质疑 反而引发了公众 对他酒后肇事逃逸的责难和讨伐 网友甚至还在网上 给周杰启名周陶陶 那么事发之前 周杰到底有没有喝酒呢 在这个事发之前 你是在哪个地方 跟朋友一起吃饭 或者聚会 事发之前是 在唱歌的地方 一个KTV 就在那唱歌 当时有酒吗 他们有酒 他们有酒 好像他们有红酒 我看到他们现场很乱 很脏的情况下 我就不会碰他们的东西 周杰说 事发前自己没喝酒 通过调查 记者也辗转找到了 事发前和周杰一同 参加聚会的董先生 通过电话 他证实了周杰的说法 那个周杰在出事之前 是跟您在一起吗 在一起 当时那个周杰那天晚上喝酒了吗 跟您在一起的时候 董先生说 当晚是他和周杰一同去参加聚会的 因为到达聚会时 已经接近尾声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并没有喝酒 而且董先生强调 周杰本人几乎不喝酒 就更谈不上他会醉酒驾车了 对于另一位伤者 王先生说 文件周杰身上有酒味这一情况 周杰回忆说 这绝不可能 因为事发当时 王先生根本没有接近过他 就是双手这么抱着 然后就靠在荷栏杆上 我当时看他没受伤 那你跟他说话了吗 当时 没有 没有因为还顾不上 我在打电话 那在整个过程中间 你跟他说话了吗 没有 没有跟他说话 那你跟他最近的距离是多少 隔着两个车头 应该在三米以上四五米 最少四五米吧 周杰说 按照事发当时 他和王先生的距离 王先生是不可能文件 他有没有喝酒的 因为王先生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 所以对这一细节 我们无法向他核实 但是当晚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的沙先生说 看不出来周杰喝没喝酒 那当时 你跟他大概距离多远 您觉得他有喝酒吗 当时 大概有个三四米吧 呃 沉不出来 觉得他那个状态 像是喝酒的样子吗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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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1日 北京市朝阳交通支队 对此次事故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通过多方调查和取证 交警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周杰在事发前喝酒 但是他当时的行为 已经构成汽车逃逸 同时交警认定 事发当时周杰超速 没挂车牌 因此周杰在这起事故中 负主要责任 而出租车作为左转弯车辆 没有让执行车先行 所以高师傅应负次要责任 对于交警部门 这样的认定结果 当时各方均有不同意见 人为什么不在现场 我不明白他 那不就为了多久吗 我觉得 12小时之后 什么也检查不来 任何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你个人可能是 一定是要躲上 我就是希望周杰先生 就是要实事求是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更符合他现在身份的特征 对于交警部门 给出汽车逃逸 这样的认定结果 周杰觉得很委屈 当时走的时候 有想过自己是逃逸吗 百分之百不可能 不想 我都不知道 这应该叫逃逸 对于事发之后 为何离开的原因 周杰是这样告诉记者的 他说当时不仅仅是因为 感觉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 事发现场的环境 不允许他长时间的停留 我旁边大概有两三米的距离的地方 有那个人 拿那个 反正有闪光的 在对着事故车拍 一直在拍 拍了以后呢 后来我就想 哎呦那别拍我 我下意识就觉得别拍我 我就想等警察来了 就别让他拍我 我就假装打电话 我看这个 我就假装打电话 走到旁边去了 周杰说 事故发生之后 他并没有马上离开现场 在打完报警电话之后 他站到了马路对面 等待交警的到来 而周围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 让他下意识的想要回避 周杰解释说 这是一种明星出于本能的 自我保护行为 我们都怕被别人拍 从生活中来说 不是出交通事故 也不希望人家拍 也不希望人家举个相机 把你拍了 或者你在那吃饭 在那干嘛 何况这个事不好的事 我当时 我是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被炒作 不要被扩大化 因为我认为是个正常的交通事故 我希望警察来了 警察能处理 事情发生以后 网络上关于周杰算不算逃逸 做了调查 其中72.34%的网友认为 周杰的这种行为 已经构成了逃逸 但是有15.4%的网友认为 只要报了案 就不能算逃逸 其余的网友认为 孰是孰非 很难判断 绝大多数公众认为 在车祸发生的那一刻 没有明星和老百姓的区分 此时明星也只不过是一个驾驶员而已 无论大家怎么拍照 都不应当是选择离开事故现场的理由 2009年7月28日 北京市交管局对周杰做出了行政处罚 周杰被处以5日行政拘留 扣21分 罚款2200元 周杰不服 目前准备向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役 周杰说 事发之后 他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 并在事故现场 等待救护人员的到来 因为在等待救护车的十几分钟时间内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他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 才走到了马路对面 最后当警方和救护人员到来之后 他才离开现场 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骚乱 对于周杰的这种说法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沙先生也予以证实 他当时第一时间就报警了吗 对 他下车就报警了 我觉得应该是不在报警 然后他打了一顿电话之后 就过来看了他们这个出租车 然后他就到路对面去了 然后继续打电话 您看见他当时就走了吗 没有 待了有个十几分钟吧 然后就打车走了 那他什么时候走了呀 那个他走到 120-999这些救护车 还没有到 这应该是听着声音他走的吧 因此周杰的代理人认为 周杰当时并没有逃避法律的故意 所以他的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汽车逃逸 如果深圳的从法律规定的那个逃离的话 他第一时间下了车就跑 这个叫逃离 如果说他在那还等候 等这个救护车到来 这种情况和逃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概念 如果当时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我哪怕 就是 要勇敢一点 不要去怕他们乱拍 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但这是没办法挽回的事了 周杰认为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 自己也是受害者 既然在事故认定中 自己和出租车司机都有责任 所以对于他车子遭受的损坏 出租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7月21日 周杰把出租公司告上了法庭 8月10日 周杰撤诉 与此同时 周杰也在积极地做着各种善后工作 8月5日 在今日说法记者的努力下 商者刘小姐愿意接受周杰的登门道歉 不方便就找了是吧 坐下坐下 您好 对不起啊 我贴麻烦了 别说这了 给您贴麻烦了 其实 这个早就想来看你 我都想过半夜9点钟10点钟去 但后来我问了我的朋友 他们说 等你晚上不让你去看事 你别捣乱点 睡觉 疼吗 好 一看我结果必须拿了点药 在周杰看望刘延的一个多小时过程中 刘延接受了周杰真诚的道歉 关于此案的进展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今天我们请到眼模式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欢迎洪教授 洪教授您看交警部门给出的一个结论之一 就是在法律上没有证据证明周杰当时喝了酒 那我们能不能就认定他当时没喝酒 应该是这样 证据有疑问应该是在不能查实的情况下 那么他所反映的案件事实应该操作有利于被处理人 这方面的解释 对就是周杰 哪怕你怀疑你没有证据也不能认定 对对对对 所以说交管部门没有认定他是酒后驾车 这个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可能会很好处理 但是周杰考虑到他的身份 他就离开现场了 那还能叫逃逸吗 法律的意思你不能离开现场 只要你离开现场你就是逃逸 周杰他律师就过多的去强调了说 逃逸必须是为了逃避责任 你是不是逃避责任这点法律 为什么不强调 因为动机是没有办法去审查的 你说是怕人家围观 但是怎么去认定你这是出于 因为是怕围观而离开现场呢 没有办法去证明 原因不影响你离开现场这个事实的 我对这个事实这个认定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动机不影响定性 在这起案件当中你看 大家观众度非常高 虽然没有在现场围观 但是大家都在报纸 电视在网络上都在围观这件事 最后这个周杰不错 他承认是自己有数 但是你这个就是慢半拍了 但老百姓感觉 你那点道德水准 都是我们推着你往前走的 就算是你不一定有负不负主要责任 那个坐车人他是无辜的 那你能不能就是说 对对方这个车上的人 表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歉意 然后对这份责任应当 为什么先起这么点 如果把过程当中 对如果最后这个结果 是在一开始就有 也就没有这个过程了 对人们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 因为现在大家听说的 看到的酒后驾车的案例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现在法律呢 对这种醉酒驾车 造势逃逸啊 对这一块 他没有一个合适的 完全合适的条文来处理这一块 拿交通造势罪 来处理这种醉酒驾车 造成严重后果呢 我们显得就是过轻 不光是那个量刑过轻 主观心态也不一样 可是你要用这个危害 公共安全这种 对于来定他的话 就觉得好像也不太对 你又把那心态 给他弄中了 那毕竟尽管醉酒上路了 但是他不是为了犯罪去了 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关注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也表达了公众 对公众人物的一种期待 当然对这个事件的结果 大家也特别关注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感谢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红浪费 参与我们养工室的讨论 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